好這期案件的最新進展 在經過北院何一廷漏夜 順問之後 在今天凌晨兩點半陸續裁定 立委蘇正清收押禁件 但一文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規定 立法院會期中拘禁先任立委 必須經過立法院的許可 才可以繼續積壓 因此先暫時還押 北院後審室 而立委陳超明廖國棟也一樣 同樣的條款 預知收押禁件 在立院的這個許可拘留前 他會先占壓在後審室 至於立委趙正宇 他涉犯的是五年以下的清罪 當庭吳寶請回 面對鏡頭立委趙正宇直說 感謝法官還他清白 將會在立院做進一步說明 北院何一廷經過漏夜徵訊 認為趙正宇所辦財產來源不明 逃漏稅罪都是五年以下清罪 不符合羈押要件 因此當庭吳寶請回 趙正宇的辦公室主任林佳琪 則是獲得一百萬交保 擺手套是支管顧公司的總經理郭克明 離開法院不發抑鬱 但卻臨時在裁定前認罪 何一廷預知郭克明一百萬交保限制住居 廖國棟辦公室主任丁富華 因為早就承認犯刑並且繳回 不法所得或五十萬元交保限制住居 但他的老闆就沒有那麼幸運 包含廖國棟 陳超明 舒正清等三名立委 都遭裁定收押禁見 但是因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規定 在立院會期當中 拘禁現任立委 需要經過立法院許可 因此先暫時還押北院的後審室 假如立院不許可 何一廷會再做強制處罰 而舒正清國會辦公室主任余學陽 以及陳超明辦公室主任梁文一 則是因為涉嫌重大也被裁定羈押禁見 華視新聞 翁前皇 李明威 臺北報導